风凡的加水电池 用之前呢 要先添加蓄电池原充液 它这个标准密度是1.28的 吸流霜 就叫电解液 然后加好之后的话 要按照它的一个标准刻度 不要添加太多 但是也不能添加少 我们现在开始添加 这一个还是没有加满的 它电解液慢慢就上升上来了 看到没 其实标准我们可以加到 第二个其实都没有问题 最低不低于第一个 这种电解液的话 它是吸流霜 然后一定要注意 不能碰到衣物 手的话尽量避免碰到接触到 因为这个有腐蚀性 型电池刚加进去 电解液在里面都有一些冒泡 这是正常的现象 最后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没加好 加好就这个电池基本上就可以通电了 但是刚合式电池加好之后 最好等它过一两个小时 然后之后再通电 再使用 新电池我们适当的把页面把它加到第二条线 因为到时候后期它如果有蒸发 也没那么容易扫电解液可以了 继续把其他的添加多一点 加好电池水之后 电解液都正常的话 就可以通电了 可以看一下现在电池的一个电压 有12伏多是正常的 现在可以给它直接充电 一样的电池 让你对它श现 电池是需要的 测量更低 不ий些 这种电池 以后好像有一个 counsel, 一样的电池